大家好,这里是天洋玄机 这期我们来分享一下15种最差的手向 第一个是命运线很细浅 命运线也就是事业线的 命运线细,而且有断序的话 如果是有这种手向特点 那么一生的运势会比较弱,不太稳定 特别是在工作方面,工作变动会比较多 它的特点是因为收入不稳定而屡屡失败 周围的环境和人际关系发生了很多变化 似乎都受到一些影响 容易受到周边人的负面运气的影响 无法如愿的开启自己的财运或者事业 如果是变得犹豫不决,请尝试改进它 这个需要后天去养 第二种是有导纹的生命线 指的是生命线上看见导纹 像一条圆圈一样包围的线 如果是有这种掌纹在手上 那么说明生命力在某个时间段会出现减弱 将会无法感觉到自己的健康状况 很容易产生这种消极悲观的想法 有一个圈形的纹路或者是不连续的状态 有这种特点的话 运势可能会在某些时候表现不佳 一直顺利的事情可能会遭遇变故 或者是不利的因素 甚至微不足道的一些因素或者事件 也会带来麻烦和困扰 有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工作上的问题 变得比较突出 人际关系不顺利 心理上出现一些令人震惊的受伤的事件发生 但是如果是克服了这个时期 那么新的命运线会重新产生 那么后面的事业线会延续你之前的状态 第四个是太阳线上有导纹和十字纹 太阳线是出现在太阳丘上的一条垂直线 如果上面出现圈形的纹或者十字纹干扰 此处是代表人员声望 包括财运方面 那么如果是有这个特点的话 在财运方面或者是名望声望方面 成功的运气方面都会出现低迷的情况 这个花销的出去的钱比自己赚了的钱还多 有些入不敷出的情况 或者是跟金钱经济方面的烦恼比较多 而且会经常出现亏钱 另外也有可能是一直很有把握的 很能够顺利成功的事情 会一下子变得比较困难 人员方面也会受到影响 容易别人容易讨厌你 在人际方面可能会遭遇一些 别人犯小人的情况发生 第五个是健康线 健康线指的是从长体砍弓 一直延伸到小指水星球方向的这条线 这条线也叫水星线 也是财运线 如果是健康线出现被切断 断断续续的情况 说明健康受损了 即使他们有动力 他们身体也不会按照他们想要的方式去运动 所以说他们肠胃往往是特别的虚弱 容易要么就是暴饮暴食 要么就是食欲不振 此外他们似乎更容易在精神上受到压力和烦躁 那么可能处于这种精神压力的长期积累下面 往往会产生这种抑郁的情况 第六个是婚姻线下垂 婚姻线是在小指和感情线之间的一条水平线 正常来讲是水平的 如果出现弯曲往下垂 说明跟婚姻的伴侣或者是恋人的关系会变得比较冷淡 感受不到对方的热情 另外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也意识着夫妻之间的关系比较冷淡 会造成这种情况的话 原因是很多 但是结果是相当致命的 如果是婚姻当中只有其中一位伴侣的情况 出现这种婚姻线下垂 那么另外一半可以进行去弥补 第七个是财运线上出现倒纹 它指的是在财运线上出现圈形的纹路 有这种手向的人财运可能会低迷 金钱的流动可能会变得迟缓 收入会减少或者是有意外的开支 可能会出现一些乱用钱的情况 出现某方面的一些亏损 另外可能遇到跟金钱相关的一些问题 需要使钱或者是用钱来解决 最好是谨慎的 或者避免投资股票 第八个是爱情线上倒纹 爱情线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爱情线就是从感情线附近 往生命线方向延伸的 并且跟生命线交叉的线 如果是有这种手向 爱情线上出现倒纹 那么就更容易陷入跟爱情相关的麻烦 比如说已婚人士来讲 爱上异性 似乎不是自己的另外一半 就是出轨的意思 如果是没有一个浪漫的伴侣 那你会遇到某人的聚会比较少 就是说你单身的情况下 你遇到一些异性的机会 桃花运比较弱 也很难遇到你理想的对象 第九个是生命线上有障碍线 就只生命线上有一些十字纹 或者横纹或者导纹 这种交叉影响到生命线 生命力在这个时间段会减弱 出现很多疾病 有些伤害健康 并且慢性病也会变得更加的严重 遭受一种痛苦 那么同时也会出现体力下降 另外一方面 如果是说这种纹路干扰到整个主线 使整个主线断开的话 那么就预示着严重的健康疾病 第十个是命运线旁边 有正方形或者方形的纹路 顾名思义就是说 命运线就是事业线 事业线旁边有四方形的纹路 矩形的纹路 可谓棱形的或者是这种 方形的矩形的都是 就指四边形都可以 如果是有这种现象 在工作上遇到很大的困难 在工作当中遇到一些问题 不过工作方面虽然困难重重 但是从手上看 却意识着有一些跨越的可能 跨越阶级的可能 如果是你不放弃 并且继续努力的话 也许会获得巨大的成功 十一个是感情线出现波浪状 感情线的起伏 说明情感也是容易起伏不定 说明不太敏感 不太善于理解周围的 气氛对浪漫的气息缺乏敏感性 那么同时也会不小心说出自己的想法 所以很容易让人讨厌他 也就是说目的性比较强 如果是感情线停在终止下方 也就是尾端在终止下方 就容易在感情当中成为被人讨厌的人 就是说异性缘不佳 总是有一些身上有一些直男属性 或者是有一些油腻属性等等 第十二个是月球底部有多条横纹干扰 那么月球是指小指下方到手腕的区域 那么这个地方如果出现很多横纹 说明可能无法看清人或是的真实本质 会陷入人际交往的困难 可能会相信别人的话 常常受到别人的摆布 容易被对方的一些花言巧语所蒙骗 所以说有受骗的这个特征 那么作为解决的方案的话 最好是小心在金钱或者感情方面的 一些太好的或者是太感人的故事 比较轻信 如果是有一些任何的疑问的话 或者是怀疑的话 应该跟他们保持距离 第十三个呢 就是两条或者三条金钱袋 金钱袋就是从食指中指 到这个无命指和小指之间 呈现这种弧状的延伸线 如果是两条或者三条 就有可能在这个异性当中呢 会比较受到异性的喜欢 异性缘比较佳 而且呢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啊 偏这个肉食动物啊 比较重欲望啊 而且呢对爱情对感情有些贪婪啊 不能说是不好的手相 异性缘是不错 但是在感情方面容易遇到一些麻烦啊 要小心 因为呢本身呢 有一些这个被人讨厌的那种属性吧 有一点这种属性 第十四个呢是反抗线上有导文啊 反抗线呢 其实就是感情线下方啊 这个有一条短线啊 从这个手册啊 延伸到这个无名指下方 如果是导文位于这个反抗线上啊 说明啊 第一个自我主见性强 对一切事物都倾向于反抗的态度啊 第二个呢 优点就是有意志力去追求 令自己满意的生活 虽然有积极的方面 但是他们都很固执啊 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啊 有可能是在人多的地方啊 胡闹或者是引发一些争端啊 出现一些问题 第十五个呢是生命线出现炼状啊 如果生命线呈现锁炼状啊 生命力就会下降 免疫系统会减弱啊 很少会感到健康的状况 经常生病受伤啊 身体和精神都比较虚弱 缺乏积极性和活力啊 那么同时呢也会因为一些小的事情而放弃啊 这个少坚持 并且呢 这个对看透事情的这个本质的能力比较差一些啊 洞察力偏弱啊 同时呢 要通过这个改善营养平衡啊 改善生活环境来提高免疫系统啊 身体将会这个恢复活力 dropdown事了 麻烦 做似曾经科医生 福参与者 眼睛